现在是60淡山金针花季吸引了许多游客赏花 但在8月31号的下午却传出了一起车魂意外 有一辆小客车三名女性游客 就在下山入口6K处阿美西段 撞到了边坡护栏 而车上三人受伤 消防队是立刻到场救护并且送往医院救治 索性三人都没有生命大碍 现在是60淡山金针花季吸引很多游客赏花 但是8月31号下午却传出一起车魂意外 有一辆小客车三名女性游客 就在下山入口6K处阿美西段 撞到边坡护栏 凶痛外伤 但是意识清楚 立刻送往御礼慈济 荣民医院救援 目前没有大碍 有一部自小客车 车上三人撞到护栏的边坡 指挥科派遣 护理冬离轴西三部救护车及护理短腰共济四部车 到达现场发现知晓科车有三名女性伤犯 分别造成有胸痛、腹部、外科疼痛、医师皆清除 分别生往医理直径及医理隆秘医院 因为疫情今年花季期间实施上山流量的管制 花季期间每天上午的七点半到下午的五点 有最多2000人次的总量管制 如果超过就会采一出一进的管制 也采十连制 并要求闪花时要保持社交的距离 与戴上口罩 消防分队更是呼吁游客要多加留意路况 记者高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 记者高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